这个线都可以把它重新插一下 这不是检查心率线是吧 重新插 然后这边是这一头 现在是要把它拔出来 重新插一下是吧 对 重新插一下 我们插一下 这是心率线 就是从一般来说 这个里面就会引出了三根键 一个的主线 一个心率线 这两个是左右心率 对对对 然后保护机先不要 不要扭紧 先不要拧紧 就这样的 通电之后 然后再试一下看有没有 通电过再试一下 如果没有呢 就正好 就好了 如果还有 就只能换主板 换主板 换一下主板吧 一起换一下主板吧 操作一下吧 这个主板 这个没必要吧 这个怎么拆下来 就是这里几个螺丝 这个螺丝 这个黑螺丝 一个两个 一般这个好像就这种小板的 你弄一个也是那种小板的 嗯对 就是两个螺丝拆掉就可以了 嗯 拆到然后这些线拔下来 拔下来就行了 然后按照原谅的位置 把它装上去 嗯 这就没必要 就很简单 好 然后 简单好了 把它装上去 装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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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藏到力助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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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先把它拿了 嗯 这里 有时候不是心里不显示吗 嗯 这里就看一下 这个线有没有插好 嗯 看到没有 如果这个线没有插好 一个线没插好 就不显示 嗯 看到没有 这样插好 一定要插好 如果还有一种结构 就是这里 这两个线是并在一起的 中间没有这个 如果这两个线 就是短路了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比如说它 它是这种结构的 它有一种结构是两个并在一起的 它是这样的插的 如果这两个线 为什么现在有个皮套呢 如果它的皮套没套住 它的皮套没套住 现在是这个样子 嗯 皮套没套住 就导致这两个线 铁片碰到一起了 是两个并在一起的 嗯 不是这样子的 是并在一起 这两个线碰到一起的 这两个线的铁片 这两个线的铁片 这个线的铁片 这个线的铁片 跟这个线的铁片 就是这两个线片 它插的时候 没有没有把这个皮套套住 而是这样子插着 碰到一起了 碰到一起了的话 就导致屏幕上面 会显示心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皮套套住 嗯 皮套套住 不能让两个线碰到一起 碰到一起 有皮套套住也不会短路的了 是吧 如果可以 可以的话就直接套上去 这样子不会碰到一起的 皮套一定要套住 这个要注意 嗯 我只能这个情况很少 但是也有这个可能 嗯